在特区姓赦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声中 胡耀邦没有放慢改革的步伐 1981年7月 在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个月后 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 纪要为办好经济特区提供了十条政策措施 而随后胡耀邦开始例行机构改革 1982年一年里 关于机构改革和废除终身制的问题 胡耀邦讲了五次 1987年初 在民主生活会上 胡耀邦辞职 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自己退休的诺言 退休后的胡耀邦曾说 再出来工作也不可能 老富贸易 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 我太多了 我太多了